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世界首富贝索斯在7号宣布将在下个月和弟弟一起参加他旗下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这次太空游将会是一次11分钟的亚轨道飞行 达到大约100公里的高度 今天头条一起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号下午赴青海考察调研 习近平来到西宁市一家地毯公司 了解企业依托当地原材料资源优势 创新设计理念 提升产品竞争力 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 近年来 中国藏盘产业续猛发展 从传统产业向智能制造升级 带动产业链上数以万计从业者增收支付 随后 习近平来到西宁市文汇路街道文庭巷社区 考察社区加强基层党建 完善基层治理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 西宁市下176个社区 着力解决孩子照料和养老问题 社区办的关键小事 是习近平关心的国之大者 发挥了挡箭引领作用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疫情消息 内地在6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 本土病例5例当中 4例在广东广州 1例在广东深圳 广州7号将南沙区的珠江街道嘉安花园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其他地区的风险等级不变 广州卫健委通报 6号下午 广州已经启动了新冠疫苗第二期接种专属预约通道 在7号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通报 6月6号的零点到24点 广州市新增本土感染者4例 其中3名是确诊病例 还有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另外 此前通报的一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5月21号到6月6号 本轮疫情广州累计报告98例的本土感染者 其中包括84例确诊病例和14例无症状 新增4例感染者均为主动排查中发现 其中在核酸大排查中发现3例 在密接者排查中发现1例 昨天新增这4例境内感染者均在栗湾区白鹤洞街封闭区域内发现 广州市疾控中心表示 6月6号下午 广州市开通了新冠疫苗第二剂接种专属预约通道 非封闭管控管理区域的市民可以预约接种 符合下面的两个条件的就可以开展预约接种 第一个条件就是在广州市接种过第一剂次的新冠疫苗 第二 接种第一剂次的时间超过21天 疾控中心提醒 预约服务是针对低风险区域的民众 同时第一剂接种和第二剂接种的地点要相同 另外 如果是在5月20号之后有出现了发热 干咳 乏力等症状的民众呢 是必须要出具6月6号以后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预约接种工作 复华卫视 张希 吴志成 同虎 广州报道 好 更多的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正在广州月秀区的特牌记者张希来了解一下 张希 你好 陈子 你好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广州的疫情 目前防控方面还有哪些最新消息呢 是的 陈子 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 广州市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是下发了一个最新的通告 也就是18号通告 通告中要求呢 为了避免人群的一个聚集啊 近日起是关停整个广州全市所有中高风险地区 以及封闭封控管理区域内的农贸市场 并且要求呢各区要马上随机啊 要做好这个相关区域内的这个民众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一个需求的排查工作 并且要开展好这个物资的供应配送还有调配的工作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也是为了为了做好重点场所的一个人群排查的一个工作呢 近日起也是要求全市所有包括这个餐饮场所 还有医疗机构这些重点场所进场呢 都是需要进行一个扫码的工作的 那这是广州市的情况 那其实各个区呢 在昨天也有下发一系列的相关的防控指引 我现在所在的月秀区 在昨天就是发布一个通告 表示整个月秀区的所有的这个社会餐饮单位 包括有这个提供唐食的这种食品销售的单位呢 一律是要暂停唐食 但是呢仍然是可以提供一个到店自取 还有外卖订餐的一个服务的 那如果是说这个一些单位 包括学校啊 还有事业单位 他们的内部食堂呢 是要求要必须检测体温才可以进场的成词 好的感谢张希 我们从广州带来了一个最新介绍 另外深圳市龙港区最新报告 一例新冠肺炎本地确诊个案 是5月21号严田港本地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参与多轮核酸检测 直到6月5号才测出阳性 之后诊断为确诊 深圳市卫健委官员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 本地新增的这一例确诊个案 是5月21日深圳报告的第一例 严田港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他经过多轮核酸检测 结果都是阴性 直到6月5号才检测出阳性 之后确诊 初步核查罗某报告阳性前 未离开过西空社区 且在14天的集中隔离观察后 一直取于居家健康监测之中 西空社区目前仍实行全员管控 他是深圳本轮疫情中唯一一个确诊病例 目前深圳这轮疫情一共排查出16个病例 15例是无症状感染者 这次深圳疫情所有病例都在严田国际货轮相关的同一传播链上 源头明确范围有限 发现的早 接触的人员可诉可控 加上深圳常住人口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88%以上 虽然不排除之后的排查中还会有零星个案出现 但疫情总体基本可控 16例阳性过案呈现明显的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关联性 其前述区域外 深圳其他区域尚未发现其他阳性人员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重点场所人员核酸检测再次扩大范围 在原来的农贸市场商超直接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和外卖配送人员基础上 再增加零售药店和部分餐饮业从业者 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可以优先接种疫苗 这六类经营单位团体预约实行集中统一接种 提高接种效率 对符合接种条件又不愿意接种人员 我们要求相关企业和管理单位将其调离岗位 盐田区官员就表示区内已经连续五天没有出现阳性个案 辖区连续五天没有出现新增阳性个案 前盐田区已经完成了目标人群疫苗接种百分之百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全区全员第四轮核酸检测 结果全部是阴性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指 深圳全部港口已经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港口疫情防控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 高风险岗位人员核酸三天一减 中低风险岗位七天一减 从6月7号的中午12点开始 在深圳乘坐火车或飞机 要持有健康绿码和72小时以内有效的核酸阴性报告 持有广州或佛山身份证的旅客 或者在过去14天内 游过广州和佛山旅行时的旅客 则要持有48小时以内有效的核酸阴性报告 黄澳卫视罗亦明宇丹深圳报道 澳门特区政府根据广东省的疫情变化 实施了多项应对措施 所有往返广东和澳门的人士 需要持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而14天内去过广州或佛山的人士 则要在现实之内进行核酸检测 当局表示如果有需要 澳门不排除会全民检测 为了阻断疫情蔓延 8日上午开始 所有往返广东省与澳门的人士 都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比原来核酸结果7天内有效的规定大大缩短 另外 目前从广州及佛山部分区域入境澳门 都需要接受14天的医学观察 而之前已经入境 但离开广州或者佛山还不够14天的人士 需要在现实内到指定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澳门卫生局在7月凌晨 向在过去14天内曾经到过广州或者佛山的 在澳人士发出短信 要求他们在7日下午6点前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又没有合理解释的话 会被要求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澳门卫生局表示 一共向5300多人发出强制检测的短讯 根据动态的疫情变化 澳门不排除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相信4天内可以完成 出入境措施的变化也影响跨境居住的市民和学生 澳门卫生局表示 中小幼大约有3000名跨境学生 大部分学校这个学期快将完结 呼吁有条件的人士在澳门留宿 丰河卫视曾汇齐 澳门报道 台湾方面在昨天新增214例确诊病例 包括了211例本土确诊和3例境外输入病例 再多26名患者离世 相关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新北的记者蓝镜图来了解一下 镜图您好 陈子你好 台湾疫情持续严峻 疫苗量也不足 那台湾官方对于疫情还有疫苗方面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应对措施呢 好了陈子 台湾官方呢 在昨天是宣布要将防疫三级警戒延长两周到6月28号 那就我现在所在的新北市返潮区 也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之一 那现在可以看到上班时间在街道上面的人流其实是不算多的 大部分都还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民众 也凸显现在民众其实还是希望可以减少曝露在外头的机会 那么其实不论是新北市政府或者是官方的蔡政府 现在的整个防疫政策还是着重在于协助民众快速筛减以及取得更多的 疫苗在快筛的部分呢新北市政府今天会在市区当中增设两个筛减站 同时也推出了安心企业的快筛计划 这个计划主要是要来协助在高风险区域员工人数超过100个人的企业 或者是说这个企业是属于这个高风险病毒传播的企业 也就是说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戴口罩 或者是保持适当的社交安全距离 现在新北市政府要协助这些企业来购买快筛试剂 同时协助安排这个后端的这个裁减的医劳机构以及隔离处所 而在蔡政府方面呢 现在也严理要让厂商来进口居家快筛试剂 就是要让民众可以在家里自己来做快筛 希望可以提高整个台湾的筛减量 而在疫苗采购的部分呢 现在官方已经宣布全台湾的民众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但是现在疫苗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 只能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开放目标族群施打 官方表示说在今天就会来决定目标族群施打的顺序 另外官方也表示说 美国日前是宣称要赠送台湾75万剂的疫苗 那已经接获这个签约通知 但详细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其实这个疫苗进来台湾之后累计到8月底 这些疫苗还是不够全台2300万台湾的民众来施打 今天行政院长苏贞昌要到立法院做专案报告 国民党立委就要来问蔡政府疫苗到底在哪里 陈子 好的感谢净土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另外截至到7号的零点 香港方面新增了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6宗是输入个案 另外1宗和早前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 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新增的本地确诊患者是一名20岁女学生 是早前确诊的17岁女学生的姐姐 她在4号被列为早前个案的密切接触者 而被送往检疫中心 同时出现了咳嗽 流鼻涕以及腹泻等症状 在5号被送往医院 检测结果显示带有N501外变种病毒株 根据中心调查 这名患者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 另外新增的6宗输入个案 分别是从印尼 阿联酋以及美国敌港 好 相关话题 我们也来请到时日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来做一下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近期变种新冠病毒对于两岸三地的疫情管控 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呢 对两岸三地这个疫情反弹有一段时间了 首先从台湾开始 然后香港一直没有断过 香港这个是好是坏 那么中国内地呢主要是华南地区 当然这个大概里面有几个特点 我们已经评了几天了 第一个呢是这个主要是变种病毒 从海外输入 那么假如说我们以中国内地 以华南地区为例呢 这个说实在的 从海外输入也是很难避免 即便你在这个关口严防死守 这个但是也很难避免 因为它遇到的是变种病毒 所以过去的一些防控措施 可能有时候总归会这个万无一失 那总归会这个难以做到东外无一失 难以做到天一无风 因为它变种病毒 它有它的其他的一些特点 所以让一些海外的一些变种病毒混进来 有时候你也很难很难怪 那么当然另一方面 当然可能内地长期以来就一年多了 已经是在太平盛世之下 疫情的太平盛世之下稍有松懈 但这也很难免 因为你不可能每天人都处于紧绷状态 但是问题的核心 最关键的一个主要矛盾在哪呢 最主要矛盾现在我们遇到了所有的挑战 不是外防输入 也不是什么这个按照传统的方法 现在所有传统方法都有用的 人类已经用了几百年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物理的隔绝等等筛查排查 当然现在用了高科技的手段 相信以我孩子那句话 以我们的文化这个上下同心 这个守望相助 同时以国家体制力量一定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是从科技的创新的角度 是遇到一个新的挑战 就是疫苗 这疫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 这疫苗不是有了吗 很多朋友已经打了 但这个打的疫苗是针对上一轮病毒的 对变种病毒有没有效 在科学上目前还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命题 这个从某种程度上 这我不能夸大这个疫情 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大概又回到了去年23月份的一个 某种程度打引号说原点 我这是做一个评语 这个它的外向有点相同 但是内核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就是现在去年23月份 我们也没有疫苗 当时遇到的是这个病毒 然后经过了一年多的开发 开发出了针对上一轮病毒的疫苗 那么现在呢 现在当然我相信下一轮 针对这个变种病毒的疫苗可能会快一点 但是我想现在全部的挑战在这里 当然这样并不是说 我们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这方法依然是有样 我们的体制 我们的文化 同时当时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手段 一定能够控制好 当然问题的核心 是在于科技创新 问题的核心是在于这一轮的疫苗 能不能和变种的病毒进行赛跑 是 好的感谢邱先生 我们带来的分析观察 去一下广告 下一节环球聚焦 等您关注更多其他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定于16号在日内瓦会晤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7号强调 拜登下周将会在和盟友密集磋商之后 在盟友的支持之下和普京会晤 白宫7号表示 拜登将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北约以及美欧峰会上 与盟友进行密集磋商后 在瑞士日内瓦同普京会晤 因此他将在盟友的支持下和普京会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公开对美俄峰会 以及北溪2号天空机管道 表达了担忧 拜登7号与泽列斯基通话 并向他发出了 今年夏天访问白宫的邀请 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不会就北溪2号管道惩罚德国公司 这让乌克兰以及华盛顿的许多两党议员感到失望 北溪2号项目完成后 俄罗斯可以绕过乌克兰向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输送天然气 凤红卫视王又又 陈寅秋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7号在出访首站威迪玛拉和总统贾玛泰举行会晤 并且在会后的发布会上强烈劝告威迪玛拉民众不要冒险北上美国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周一与威迪玛拉总统贾玛泰举行会晤 哈里斯首先指出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往往是由于生活环境恶劣而被迫离开家园 他强调两国领导人应该采取行动改善威迪玛拉人民的生活条件 两人又针对威迪玛拉国内的腐败问题进行讨论 哈里斯表示 美国司法部门将组建工作小组 联合威迪玛拉检查部门打击人口走私等腐败现象 哈里斯在会上还承诺将会向威迪玛拉提供50万剂新冠疫苗 会晤结束后 哈里斯和贾玛泰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哈里斯强烈劝告当地民众不要试图非法进入美国 他表示 美国会继续采取法律手段保护国境 非法移民将会遭到遣犯 人们应该通过美国的政策合法移民 哈里斯将在8号前往墨西哥继续访问行程 预料将同样围绕非法移民等议题 与墨西哥政府举行会晤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了1亿74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375万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8万7000多例 是两个多月以来首次低于10万例 而累计确诊逼近2900万 另外再有2100多人不治 累计超过35万人病亡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3422万例 61万多人死亡 巴西再增37000人确诊 累计逼近1700万例 欧洲方面英国疫情持续反弹 再有5000多人确诊 累计452万多例 俄罗斯新增9000多例 累计超过513万例 土耳其新增5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529万 而伊朗也新增将近5000例 累计超过297万人确诊 印度总理莫迪在7号发布 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由本月的21号开始 将由印度中央政府统筹 向所有18岁以上的成年公民 提供免费的新冠疫苗接种 印度虽然4月已经开始为18岁以上的成人 接种疫苗 但是根据现行政策 中央政府只为45岁以上的民众 以及前线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疫苗 至于18至44岁的群组 接种服务由各个邦政府 以及私营医疗机构提供 导致了药厂为了盈利 向私营机构倾斜 令到免费疫苗供应紧缺 印度政府的新举措 是以希望重新掌控75%的疫苗供应 而印度目前接种新冠疫苗数字 只有2亿2200万剂次 完成接种的人数 占全国总人口的不足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7号警告 在不分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 开始结束限制措施的同时 许多国家仍然面对着 极其危险的状况 双轨疫情越来越明显 中国人终于天然避免 残忌证的证明 是一种区别的证明 在载道战 与的旧地 被扶在疫苗 预防疫苗 积构 在六个月 总结束 数字 有继续 在五个月 不然 我们还是看到 一个拥固的图在世界上 最后 number 的字 被扶在刚才 前期增慎 在三个 反德塞也表示 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 长者群组死亡率下降 公共卫生和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 但他也提醒这些国家要审慎 随着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异株在全球传播 太快放宽限制措施 可能给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带来灾难后果 坦德塞重申9月底之前 为全球至少一成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并且在年底前增至最少三成 而要达到这些目标 9月底之前还需要2亿5000万剂疫苗 他希望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做出承诺 好我们去下广告 下一节回来对您关注2人3D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习近平7号赴新海西宁市考察 先到访了一家地毯公司 了解企业依当地原材料资源优势 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等情况 随后到文庭向社区考察社区加强基层挡件 完善基层治理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情况 澳门政府就广东疫情变化规定 今天早上起所有往返广东和澳门人士 需要持有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14天之内去过广州或佛山者 要在现实之内进行核检 当局表示如果有需要 澳门不排除全民检测 王毅在主持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特别外长会时表示 中国东盟要着眼未来30年 共同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东亚特色的区域合作之路 并且向东盟提出6点建议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进行上任之后的 首次海外访问 他7号抵达首站威地马拉 和总统贾马泰举行会晤 讨论非法移民 打击腐败等议题 哈里斯在会后强烈劝告威地马拉民众 不要冒险北上美国 世界首富贝索斯在7号宣布 将在下个月和弟弟一起 参加他旗下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这次太空游将会是一次 11分钟的亚轨道飞行 达到大约100公里的高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世界卫生组织结合并和艾滋病 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 7号应邀在世界卫生组织 结束艾滋病人因结合病死亡提升势头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彭丽媛表示 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艾滋病和结合病防治机构合作机制 艾滋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广大志愿者的默默付出 彭丽媛又表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消除艾滋病和结合病威胁是人们的共同心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给防治艾滋病和结合病带来更多挑战 呼吁各国各界人士积极行动 加强艾滋病和结合病的防治工作 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 7号在重庆举行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 菲律宾外长洛青共同主持 东盟其他成员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出席 王毅在主持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特别外长会时表示 中国东盟要着眼未来30年 共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东亚特色的区域合作之路 我们双方坚持讲信修目 谋求合作供应 共同铸造了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 共同打造了发展繁荣的强大引擎 共同树立了亚太区域合作 最为成功的典范 王毅提出了包括深化抗疫合作 推动经济复苏 提升关系水平 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坚持维护多边主义 共同弘扬亚洲价值等六点建议 我们也共同为十一个国家二十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福祉 致此成前起后的重要念头 我们希望我们共聚与堂认真地总结双方关系发展的历程 坚定秉持 发展为先 幸运为要 聚焦合作 妥处分歧的成功经验 在目前的中国和东盟自贸框架协定之下 90%以上的货品都是完全实现了零关税 那么接下来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当中 而东盟有着丰富的人力以及自然资源 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技术输出 以及市场扩容的红利 与中国一同开拓全球市场 冯博文是高一家葛静重庆报道 王毅在主持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时 阐述了中方关于当前缅甸局势的原则立场 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东盟为妥善处理缅国内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愿意继续配合东盟 共同推动缅各方以人民利益为重 保持冷静克制 消除各类暴力 共同鼓励免各方开展政治对话 重启民主转型进程 共同向免提供抗议帮助 共同支持免复苏经济 改善民生 确保基层民众权益 共同敦促各国避免单边制裁和不当介入 这五个共同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共识和努力方向 另外王毅在重庆还分别和东盟秘书长林玉辉 菲律宾外长洛青以及印尼外长雷特诺举行了双边会谈 王毅会见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士表示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 30年来双方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 双方要以此次特别外长会为契机 就下一个30年的中国东盟关系深入沟通交流 推动关系提值升级 可以以30周年为契机 和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起共同规划 我们下一个30年彼此关系的发展 那么为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注入新的强劲的动力 林玉辉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东盟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全力促进地区经济复苏 不断提升东盟中国关系发展水平 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洛青时表示 中非即将迎来建交46周年纪念日 中方愿同非方本着朋友之间不相互示强 邻居之间相互照顾的友邻之道 推动中非关系更加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我们是搬不走的邻居 所以我们确实应该 那么像好朋友好邻居一样相处 我们也都说过朋友之间不要相互失墙 后来我又跟你说过一句 那么邻居之间还有我们要相互的照顾 我们都朝这个方向来做出我们的努力 王毅表示对于攻击和抹黑双方互利合作的言行 中非要保持定力不为所动 着力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多扎实成果 中国对非合作从来不负有任何政治条件 也不存在任何所谓陷阱 坚持的是互利共赢 洛青表示非中合作不存在什么陷阱 非方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具有挑战性 但不应该影响两国友好关系和务实合作 王毅会见印尼外长雷特诺斯表示 中国与印尼刚刚在贵阳 成功举行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 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 愿继续同印尼密切合作 推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雷特诺祝贺两国成功举行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首次会议 希望同中方开展更多实质性合作 推动地区经济尽快复苏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更好应对后疫情时期挑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9次高官会 7号在重庆举行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洪亮与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 共同主持会议 各方就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加强海上务实合作 以及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各方认为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中国和东盟国家继续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以灵活务实方式保持准则磋商进程 各方一致同意继续深化合作 持续增进互信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会议就准则下部磋商安排达成共识 同意尽快恢复暗闻第二轮审读 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接下来关注到云南北迁亚洲象群的消息 截至到7号下午 象群仍然在昆明市的晋宁区西洋乡小范围原地休息徘徊 暂停了迁移 现场指挥部专家分析 象群可能是在等前一天离群的攻向归队 野象群在晋宁区西洋乡原地休整 监控无人机拍到 在一处山头临监控地 象群围聚在一起 以大象在外 小象在内的阵形侧躺在地上睡觉 他们的鼻子朝身体内侧卷起 有的前肢伸展或微躯 有的后肢交叠 监控指挥部专家组推断 象群暂停迁移 可能是在等离群的攻向归队 因为按照象群之前的行为判断 有小象掉队的时候 象群也会放慢脚步等候 据报道 离群攻向目前在象群东往北方向 直线距离约4公里的山林中 现场指挥部正对两个点位 同时进行监测布防 另一方面 昆明地区这几天持续下雨即降温 专家主期望象群会因此转向较温暖的南方移动 云南省级指挥部要求加强现场监测 掌握象群和离群攻向动向 现场指挥部也继续对部分路段 实施交通临时管制 为引导象群往西南方迁移创造条件 而当天投入超过410名人力 各类车辆120多辆 以及44架无人机 以确保沿途的民众及象群都能平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一是涨跌互线 美国上周公布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之后 投资者继续观望通胀情况 以及美联储的政策前景 本周后期美国将会公布CPI通胀指数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爆34630点 跌了126点 跌幅是0.36% 纳斯达克指数收爆13881点 涨67点 涨幅是0.49% 标普白指数收爆4226点 跌3点 跌幅是0.07% 将请我们来看 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国三大股指在今早开盘后 维持涨跌不一格局 纳指在盘中窄幅反复 道指的跌势比较明显 那么在本周 投资人关注的仍然是最新的经济数据 上周五强劲的非农报告发布之后 投资人在权衡美国通胀水平 以及美联储最新一步的政策动向 而在今天道指方面 多数的成分股都是全天维持跌势 那么个别的重要成分股在今天表现不错 波音和苹果在五盘过后转涨 提振了道指走势 另外今天道指盘中的工业股 尤其是陶氏杜邦3M集团 卡特比勒等等跌势都是比较明显 另外科技股微软全天领涨 售盘的涨幅仍是在1.5%左右 而今天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 生物要类的个股也是表现比较可观 而在标普白支出方面 房地产板块是全天领涨大盘 另外今天工业事业板块 电讯板块是小幅的走高 同时今天能源板块 原材料板块表现欠佳 尤其是原材料板块是全天领涨大盘 而科技板块在最终是基本收平 消费品行业板块今天是普遍的走低 另外今天医保板块也是小幅的走高 五盘过后涨势进一步的扩大 另外今天原油期货价格是收低0.6% 环境期货价格收涨约0.4% 美元指数全天维持小幅下行 以上就是星期一美国股市情况 封号卫视陈轻微 纽约报道 随着夏季的到来 全球经济市场复苏加快 对于石油的需求也明显的增高 纽约汽油在周一冲上了70美元一桶 但是业界认为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 以及市场获利的压力 近期油价再度冲高的空间有限 据彭博社周一报道 夏季以来欧洲逐渐开封 城市交通呈现 驾驶高峰期状态 美国航空安检等级人数 屡创经济开封以来新高 外加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等因素 导致今年以来石油价格 已经反弹40% 从上周末开始 原油价格开始大幅穿升 伦敦伯兰特原油和纽约德州 青田油分别上探72与70美元的 两年半新高 但是业界分析人士也表示 近期亚洲部分地区的疫情 仍然快速扩张 以及中国从5月份开始提炼厂商控制石油购买量 同时伊朗核协议也仍然在谈判过程中 所以石油期货市场交易人员 在70美元左右认为是获利回吐的适当价格 导致纽约商民企交所 7月份发货合约的价格 小幅回落到69块3毛2美元一桶 业界表示由于美国开采与出产石油能力大幅下降 欧派克更容易控制油价 所以市场会高度关注欧派克所有的会议决议 同时也认为尽管油价大幅上升 但是因为目前全球疫情受控与开放步伐不一致 所以据统计目前仍然有大约600万桶原油 在北海沿海地区的油运船上浮动 以此预期欧派克近期不会提升产量 所以油价近期将会在窄幅空间反复 凤凰卫视旁者江广富 6月报道 法国当局因应反垄断 向互联网搜寻引擎谷歌提出罚款 法国竞争管理局表示 谷歌在互联网广告业务当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损害竞争对手利益 以决定向谷歌罚款2亿2千万欧元 谷歌同意支付罚款 并且承诺在广告业务做出一系列的改变 包括让竞争对手使用他们的在线广告工具等 好 我们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来关注一组最新的疫情数字 广东省在7号的0到24时 新增10例本土确诊病例均在广州 另外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9例 广州报告4例 深圳报告3例 佛山和湛江各报告1例 另外再来关注到 潮中社在8号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7号召开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道党委员会负责干部协议会 金正恩了解并审核国家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保障方面的当务之急 并且部署了重要任务 金正恩再三强调 干部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和本分 未尽到职责望我奋斗 并且就发展国家经济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一些对策问题 予以了刚领性指教 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戈金7号在国家杜马发言表示 受到美国制裁影响 俄罗斯无法购买某种微芯片 导致部分航天器无法发射 罗戈金指出尽管国内有足够的运载火箭 但是由于缺少某种特定的微芯片 部分航天器即使组装好也无法发射 罗戈金提出除非美国尽快取消对俄罗斯太空产业的制裁 否则俄罗斯应该在2025年退出国际空间产 而他表示这一切都掌握在美国的手中 美国今年4月对俄罗斯的外交金融等方面实施广泛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16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 世界首富贝索斯7号宣布将会在下个月和弟弟一起 参加他旗下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现年57岁的贝索斯周一在社交网站上宣布 7月20号将和弟弟马克一起参加蓝色起源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贝索斯早前已宣布将于7月5号卸任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 蓝色起源表示乘客将获得为期4天的体验 包括在位于德克萨斯州放荷恩附近的发射场进行为期3天的培训 蓝色起源正在拍卖新谢波特火箭上的一个座位 这次太空游将是一次11分钟的亚轨道飞行 达到约100公里的高度 这个座位的收益将捐给促进数学和科学教育的蓝色起源基金会 截至周一早上的最高出价为280万美元 竞价将于6月12号结束 新谢波特火箭已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飞了15次 这将是第16次飞行 此前飞行除了一次丢失了可重复使用的助推器外 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据彭博社报道 贝索斯近几年一直在缓慢出售亚马逊的股份 以投资蓝色起源 2017年他曾表示 每年在蓝色起源上花费约10亿美元 贝索斯曾说 他设想数百万人在太空生活和工作 第一步是使用可以像飞机一样重复使用的火箭 降低太空旅行的成本 除了蓝色起源外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和英国亿万富翁布兰森旗下的维珍银河 都在制定吸引付费客户的太空游计划 现年70岁的布兰森计划最早今年夏天 乘坐维珍银河的航天飞机进行压轨道太空游 在多次测试失败后 具体飞行时间一直存在疑问 但上个月两名飞行员成功完成了一次飞行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团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在7号批准了一款用于延缓阿兹海默病的新型药物 这是近20年来首次授权使用的阿兹海默病药物 但是疗效颇受争议 并且引发了对当局药物审批程序的谴责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7号宣布 批准百件公司生产的一款用于延缓阿尔兹海默病的药物 是2003年以来当局首次授权使用的阿尔兹海默病疗药 在声明中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 在减少脑内beta类淀粉蛋白质斑块 减缓认知功能的衰退方面 这是首款取得成效的药物 声明也透露 当局通过加速批合的手段授权这款药物 以治疗严重病症 填补未经满足的医疗需求 又称相比起现有的治疗方式 这款药物或将提供意义重大的疗效 在这款药物获批后 百件公司必须开展研究 监管证明药物的疗效 如果效果未能达到预期 当局将考虑把这款药物从市面上下架 不过这款药物的作用受到争议 由于其两次主要临床试验结果不一 部分学者及独立咨询委员会 曾反对当局授权使用这款药物 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药物有效 各方也质疑试验中脑内斑块减少 是否就一定能缓解认知衰退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最终没有采用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并在声明中承认 相关试验数据存在不确定性 由消费者权益组织谴责当局的决定 认为此举严重损害当局的可信度 周一当天百建公司和日本味才药厂 共同宣布 每年这款药将耗费患者五万六千美元 两家公司也决定在未来四年不会提价 据统计约有六百万美国人 罹患阿尔茨海默症 2019年有超过12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这也是美国人的第六大死因 凤凰卫视陈寗南华生多报道